我看他唯一有魄力的就是 把軍公教的年金幹掉 那其他事有魄力嗎 勞改他也不敢做啊 對不對 我剛講綠能要20% 他也不敢 他到現在也做不到啊 台鐵也沒有真的做 體質上的大幅的改革 所以魄力他只用在對付軍公教 只是開罰當然真的 我說如果他們再不聽 然後呢環保署繼續護航 經濟部繼續盲撼 不是盧俊恩應該帥的行動去包圍中火 把燃煤的路給他切掉 包圍不讓他運煤 今天我看到那個經濟部能源機 就反駁我了 他幾個理由啦 第一個就是說我雙重標準 我哪有雙重標準 他說因為1992年我是環保署長 中火三號機是1992年商轉 他說現在比以前改善啊 所以你是雙重標準 你以前不講為什麼現在講呢 他到底要講什麼 張飛打月飛 1992年 你們知道PM2.5什麼時候開始檢測嗎 PM2.5是2012年才開始檢測 這是我當環保署長20年以後才有技術 分成手動跟這個自動兩種檢測方式 那個時候沒有PM2.5 那時候最多就PM10 所以PM2.5甚至現在可能有更小的PM1 PM0.1等等 對身體危害非常大 會直接到肺炮裡面去的 然後跟著血液到全身去 對心臟啊對心血管啊對肺部啊對身臟都不好 所以你現在拿我在1992年當環保署長 然後說我是雙重標準 你在講些什麼 那我們知道環保講的叫做BCAT 什麼叫BCAT呢 就BEST 最好的這個Current 現在的Available 可用的Technology技術 就是你要以現在最好的技術來防止污染 你就比1992年在比什麼呢 就說你很奇怪啊 就是你 這邊我要問問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2025要非核家園 非核家園的目標是50%天然氣 30%煤20%的綠能 蔡英文總統當了5年總統綠能只增加1% 現在綠能只佔我們全部發電量的5%多一點 那蔡英文任期只剩3年 還有15%14到15%的綠能的缺口 請問蔡總統你要如何補足 你要告訴我們啊 否則2025非核家園就是一場騙局啊 總統不能帶頭騙人啊 總統必須要誠實跟國人交代啊 我現在就挑戰蔡英文總統 你就出來講清楚 2025現在 你現在已經2021了 只剩下3年多 你做得到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趕快誠實跟大家講嘛 你2014年就下台了 然後2015 2024下台 然後到了2025年 你說 你說 綠能要佔20% 你綠能怎麼能夠長出20%來 請你告訴我們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嘛 那大家知道去年 煤佔了我們發電量多少嗎 去年煤佔我們45% 45% 那它要在2025把煤降到30% 那個難度也很高 但是綠能呢 我們都支持綠能啊 我們非常希望綠能啊 那請告訴我們 你答應我們的 2025年綠能20% 怎麼來 那大家知道 煤這個東西喔 是非常不好的 非常毒的 造成地球的暖化啦 這個臭氧層破洞啦 然後呢 肺腺癌啊等等這些 丹麥在2023年 要零煤 就是沒有煤 要發電 英國在2025年 要沒有煤發電 然後呢 歐盟在2030年 要沒有煤發電 我們在2025年 還要有30%的煤 而且呢 現在還有45% 所以 你的能源政策到底是什麼 你的環保政策到底是什麼 所以為什麼我是覺得 對於這個經濟部能源局啊 還在反駁我 我看了覺得 踢笑皆非啦 不知道他講些什麼 你現在有本事 你現在就減煤嘛 你不要說什麼 什麼比1992年 排放好一點的 那比1992年 那比些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各種技術都比1992年好太多了嘛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啊 我覺得 否則的話 他在混淆視聽喔 說我雙重標準 我沒有雙重標準 我只有一個標準 我在1992年的時候 要求的也是 所有的這個工廠 所有的這個台電 都必須要 按照當時的技術跟法令 要這個減少污染 要排放必須要乾淨 那現在有限制的標準 現在的技術 當然以現在技術來要求嘛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董事長想請教一下 其實除了空物的問題啊 然後現在還有缺水 然後加上台鐵改革等等的 那現在在昨天的時候 蔡政總統他在臉書上 然後似乎就有關心到 臉書觸及率的問題 對啊 這也很奇怪嘛 你現在大家關心是什麼嘛 你現在關心的只是說 哎呀 那個公投 我要不要提對岸啊 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那我的臉書觸及多少啊等等 你想得到這些東西 你完全沒有想到苦民所苦嘛 但他現在人民最苦的是什麼 你要苦民所苦啊 你效法媽祖精神嘛 你光去參加媽祖的那個活動 有什麼用呢 你根本沒有學到這個精神嘛 董事長昨天那個韓國瑜去參加陸官的活動 他到底有沒有跟你聯絡說他要選黨主席 那您看好他的勝算嗎 沒有耶 我知道他 因為他是專修班畢業嘛 那專修班的力量是很大的 專修班人數非常多的 所以專修班他跟江淺都去了嘛 那到底他會不會選我真的不知道 他可能還在等我啦 因為他要等我到最後我的決定嘛 那我不是不想選也不是不選 而是看起來我可能不能選 我也不是不能選是他們不給我選 其實邏輯是這樣的 所以我也在想說 我再看看情勢 我想等到我正式表達我的態度 我想他會表達他的態度 你會支持他嗎 他如果選我支持他 他如果選 因為我選他支持我 那他選道義上我該支持他嘛 所以他選在這個場合復甦啊 有點像在自己的主場跟別人較勁的意味感覺 因為江跟臉好像被晾在旁邊 然後同時南部那個朱立文就在中部那邊 有護樁腳的感覺 去見了延青標張立善等等 你覺得他們是南北互別苗頭的嗎 我覺得各有各的主場嘛 各有各的散場 那對韓國瑜來講 當然這個那是他的母校啊 他的校友啊 那當然特別親切 我覺得這很自然 這也沒什麼嘛 所以每個人都有每個人 這個有優勢的地方 那你怎麼看這個林佳龍部長 他的主秘還到現在還在付出 好像不想要下台 唉 我覺得不要了啦 很難看啦 你政務官喔 不管49條50條人民 還有212人受傷啊 輕重傷耶 我們現在因為他也關切那個 這個死難過去的這些受難者 重傷很多人也很慘的 有的人當場截肢等等這些 送到醫院截肢 我看到好幾個醫生寫 都非常慘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 你需要負政治責任嘛 這是政務官必須要 這個負起的責任嘛 有什麼好推脫拉的 還動員一堆什麼民間團體啊 旅館公會啊 旅行公會啊 這個公關那公關來支持 很難看啦 我覺得很難看啦 不需要這樣子的 那官也沒那麼好幹的 那官是那麼愛當官 戀展不去 這個完全沒有政務官的 風古跟風範嘛 回到那個臉書書籍率的問題 就是您看到當下 是覺得很心寒嗎 還是說 沒有我覺得重點搞錯了嘛 對不對 太平盛世的時候 也許啊 我希望臉書多一點人 大家都希望臉書多一點人嘛 觸及率高一點 但在這個時候 你就顧慮那個東西 不是很無聊嗎 對不對 你這個輕重緩急分不清楚嘛 所以我覺得 你當個總統 你最重要的 還是國際民生嘛 還是苦民之苦嘛 所以莫忘事實上苦人多 真的是苦人很多的 這苦人不一定是經濟上的苦啊 還有你這個生活上的苦 生活品質上的苦 空氣不好的苦 缺水的苦 都是苦啊 趙老闆想問一下 因為你有參加這個大甲媽 繞進的這個活動啊 那因為台中又被認為 就是張以成的地盤嘛 然後你又跟顏董見了面 會不會覺得好像去採樁腳 或拔樁腳的感覺 還好啦 大甲媽也不是台中人大甲媽 是全台灣人 甚至全世界的大甲媽 我到越南 我看那個China Town 哇那個大甲媽的廟也很大 只要逃海人其實都 因為到海上去真的是 一出去就不知道回來 回不來嘛 所以他們就 很希望大甲媽能夠保護嘛 所以也沒有啊 就是 因為在南宮邀請我去嘛 那我覺得 我也想去 我覺得 能夠了解民間信仰的重要啊 跟民間信仰的力量 真的是 哇很熱情啊 哇那些信徒真的非常熱情 我也蠻感動的 所以我覺得 沒有要去採什麼地盤 沒有 都沒有 有跟顏董談到說 黨主席的事情嗎 也沒有欸 也沒有談到 有談到一些局勢啦 談到一些 目前的狀況有啦 但是沒有特別提到 選黨主席的事情 沒有 所以董事長 最後想請教你 怎麼看這個 當年2018年的時候 袁林的分局長 被踢爆說 要求袁警要假摔 然後這樣子才能去 逮捕這些 當年陳抗 這個反年改的 一個退休的警察 你們看今天 內政部長 徐國隆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說要撤查 不是當然應該要撤查嘛 你這個 欸我常常覺得喔 你這些現役的軍人 現役的警察 你這樣也要退役嘛 對不對 那些人抗爭 其實也是為了你的將來嘛 從某個角度看 本事同根生嘛 要互相體諒 去摔人家幹什麼 我覺得很無聊 而且 蔡英文那時候 好像很有魄力啊 我看他唯一有魄力的 就是 把軍公教的年金幹掉 他其他事有魄力嗎 勞改他也不敢做啊 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 綠能要20% 他也不敢 他到現在也做不到啊 很多地方 應該拿出魄力了 沒看他拿出魄力啊 台鐵該改善 2018年普悠瑪事件以後 就說要改善啊 你要不要對我信心啊 那對你我信心的兩年 還是這樣子啊 還是繼續不斷發生事情啊 台鐵也沒有這個 真的做體質上的大幅的改革啊 所以魄力 他只用在對付軍公教 其他都沒有嘛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應該徹查嘛 你怎麼用現役警員 去摔那個退役警員 這像話嘛 會讓退役的員警 甚至讓現役員警 都寒心的啦 好 好 好